大家好 今天是二月二十七 星期二股市经过了五天的不断的下跌之后 今天终于出现一个反弹 可是相对过去一个星期 累积的跌幅算起来 今天的反弹其实只是一半而已 而且成交方面也还是一直低迷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行政指数先轻轻的高开五十七点到一万八千八百五十一点 往后曾经一度稍微低见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二点 还好买盘开始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整个股市就一步一步的反弹 到下午三点左右 指数今天已经曾经一度高见一万九千两百二十六点 先对昨天收集来说指数这一分钟是回升四百三十二点 当然从走势方面来看也轻轻的回升到二十天上以上 我曾经说过要是指数能够回升到二十天上以上的话 基本上暂时来说可以说是初步的回稳了 因为现在从一万九千一百点开始到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点 在这个幅度里面有二十天有十天有五十一百跟两百五十天性 等于说所有平均移动性都在这个区间里面 指数要是能够抓到二十天性 那最低限度显示股市暂时来说是不会进一步下市这个月的低位 这个应该大家是明白的 可是再看一下成交方面还是很低迷 等于说股市的确是有一点点的回稳 也有一点点反弹 可是暂时来说在买本不太足够之下 可能还是有波幅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而没有大胜 从两万零一百五十五点开始的回调 到最近的低位大概一万八千七百多算起来 已经超过一千两到一千三百点的下跌 现在才不过有几百点的反弹 相对来说我觉得股市的回升也只是一半而已 不过当然指数能够抓到二十天性 那最低限度就不用担心 在月底之前指数会进一步下市 这个月错的等等 低位一万八千一百九十点 好了明天就是这个棋子转仓的高峰期 而星期四就是这个棋子结算日 等于说在转仓的高峰期 即将要到来之下 一众好窗的大户就少会有一点点的反击 可是这个反击的力度 我觉得只是有限而已 当然要是买版少会有一点点主动的话 指数还是有机会进一步往下十天性 大概在一万九千四百三十点左右 可是就算是这样子 就算是指数能够回升到二十天性 进一步往下条件十天性 我们还要看看那个成交方面 到底能不能够配合 要是成交经验一直在比较低的水平 等于说股市基本上是没有动力的 相对来说股市就算是稍微做好一点点 也只是有波幅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而没有大胜 要是说现在股市虽然说回升到一万九千点以上 可是要是觉得后一个阶段股市 走势还是难明不明的话 那暂时最好还是观望 我们再看一看 第一个季度指数是从一号的高位 两万两千七百点一直跌到3月20号的低位 一万八千八百二十九点 第一个季度股市是回调三千八百七十一点 到第二个季度指数是从4月17号的高位 两万零八百六十四点 一直跌到5月31号的低位一万八千零四十四点 等于说第一个季度指数是回调两千八百二十点 当然全部是先高后低 那第三个季度到底是怎么样 就要看看七月初股市的表现是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指数还是在两万点左右水平 在经济或往下反复的 所以暂时来说还是保守一点点比较好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钟仔 还有分享给朋友 多谢 谢谢大家